公元1864年11月 年仅15岁的伟太平天国 唯有天王红天贵府 被押上刑场 他在开来的囚车里哭了一路 老百姓一边看一边笑 把烂菜叶扔了他一身 这个可怜的孩子 当囚车被打开的时候 吓得不敢往前走了 最后官兵们只好把 他带到柜子手面前 观众看到了 更是义愤填膺 红天贵府 但不管怎样 拼命向沈茶官磕头 歇斯底里的祈求宽恕 小的从未放过法 杀过人 只想好好读书 将来考个秀才 娶个老婆 求官爷开恩 放过小的一马 兼斩官审然一笑 丢下令牌 随后 柜子手使出浑身解数 一刀接一刀地砍红天贵府 以1516刀 让他被执行死刑 连续几次痛运过去 又痛醒过来 最后 他在嘶哑的尖叫声中窒息了 然后把他切成八块 挂在修行堂门口 当众斩首 红天贵府 生于1849年11月 是太平天国天王 红秀全的长子 红秀全自称天王 长子 红天贵府 被封为少年天王 至于红天贵后面 为什么要加福字 我想 红秀全是希望这个长子将来有福气 能够把天国发扬光大 红天贵府六岁开始读书 红秀全专门任命他的干妹妹 红宣娇为他的启蒙老师 其实 这个16岁的红宣娇 并不是老师 红秀全这样做 他只是太多疑 不允许其他男人进出他的后宫 红天贵府学习三年后 红秀全为这个9岁的儿子 娶了个四方媳妇 并大力扩展子女 这样无异于把儿子 引上了寻欢作乐的道路 所以在红天贵府14岁的年纪 他还不知道什么治国之道 他的学问就更有挑战性了 例如 他曾经写过一首情诗 歌别妹 妹别歌 别上天 无别摸 满天混杂是妖魔 妹大五岁手别摸 妹大九岁远别轻 男行女行不同做 妹场诚实不相见 尊条福别福江河 这首诗的写法除了谴词造句不严谨之外 意境也不尽如人意 试想 这样一个没有治国能力 没有责任 只贪图享乐的人 如何承担一国之君的重任 公元1864年3月 太平天国都城天津 被曾国藩的乡军围困 城内缺粮缺水 红秀全为了生存 带头吃甘露草球冲击 体力不支 6月1日晚病逝 李秀成等人只好临时 推选14岁的红天贵服登上王位 可怜这个在温室里长大的孩子 现在面对这个随时可能被向攻破的天津城 他们不得不勇敢地面对一切 天津失陷不久 李秀成 红率领千余人 假扮清军 护送红天贵服突围 结果湘军发现异常 将其拦截 混战中 李秀成把自己的好马 让给了红天贵服 使他沿着红杀出的血路逃跑 却被湘军俘虏 不久被处死 突围之后 湖州干王王得知消息 立即赶来 迎红天贵服入城 此时城内有13万太平军驻守 但在向的强力进攻下很快就沦陷了 一时间 太平军就像跳进油锅的癞蛤马 伤亡惨重 干王用红天贵服突围时 太平军残步不足万人 一天晚上 太平军正在休息 突然来了一群清兵 把他们打死了 他们猝不及防 逃之夭夭 红天贵服慌了 很不幸的和红人走散了 掉进了一个深坑 清兵走后 红天贵服一连在山里躲了四天 然后靠着一个好心老农的几块 秉持了二天苦 最后 他太饿了 跑下山去一个农舍 这位自称姓唐的主人 不仅由他吃饭 还剪了他的头发 让他帮忙干点农活 能红天贵服从小娇生惯养 除了馒头饼的消耗 其余的都不能砍柴 水 米 主人供养不起 只好被赶出家门 红天贵服无路可走 只好沿街乞讨 因为没人认识他 清兵让他逃了好几次 但最后很不幸 被一个投降的太平军认出 然后送到江西南昌审问 负责审判的官员之一 唐家彤看到红天贵服乳秀未干 就耍了他一把 只要他愿意坦白一切 就送他回南方读书 将来考个秀才 再考个举人 甚至成为状元 甚至祭祖 红天贵服只比一口气 写了十份供词 将太平天国的罪孽 统统推到了红秀全 红人干 与秀成等人头上 并借机写了一首龟祥诗 如今我不做长矛 一心一意赴清朝 清朝皇帝万万岁 乱臣贼自走难逃 最后 他强烈表示 他只愿意做一个普通的清朝顺民 跟随唐家和他的祖父 回湖南读书做学问 将来二十岁时再结婚生子 如此唱赞歌 向清政府低头 可谓绞紧了这个十五岁少年的生存脑汁 但是他忘了一件事 即便他这个阿斗再如何扶不齐 但毕竟是红秀全的顺位继承人和代言人 清政府怎会轻易饶了他 况且杀了他也足以震惊世界 最终 当红天贵符还在做状元梦的时候 慈禧太后的把辞令已经到了 而且是当年最可怕的死刑判决 其实这个悲剧早就注定了 正如太平天国中军 李秀成在被捕时的供词中说 右主登基之后 军中无良 兵士自乱 主右右小 毫无提振决断之力